你是九等国家来的 是啊 是什么是 九等国家今年十个名额早已成上来了 你又是从哪冒出来的 难道不知九等国家报名名额只有十个 十个里面也没有一个是考核得过的 你是纯粹来浪费我时间的吧 可我有推荐信啊 说话间 他递出推荐信 这是从黑市弄来的 有这东西就算是九等国家的 也可以参加考核 而他哥那里也有一张 一看到推荐信 老者如同吃了苍蝇般的干瞪着眼 半晌说不出话 他拿起那推荐信看了又看 见推荐上面的名字再三确认 你叫凤九 是啊 他点了点头 一脸唇凉地看着他 见此老者终是轻呼出口气 没好气地说 进去吧进去吧 看你的样子也是考不过了 纯粹就来闹着玩的 凤九什么也没说 便走进里面 看到里面坐着两名正在说话的丹师 她的目光在两人胸前的徽章处扫过 炼丹师二节 见过两位导师 他走上前行了一礼 说着话的两人停了下来 不约而同地看了凤九一眼 其中一个人问 以前可接触过丹药一类 有 丹药大典可曾看过 看过 书记多少 没十成也有九成 那便有纸笔 你将一阶灵药写出百种 标明药性 以及相生相克之物 好 他硬着走到桌边 两人看着摇了摇头 一阶灵药百种写出来不难 但要将药性标明 以及每一种灵药的相生相克之物写出 可就不简单了 凤九一边听着两人在那里说话 一阶写下百种灵药的药性和相生相克之物 约莫半个时辰 他将满满几页纸递给两人 写好了 两位导师请看 两人一正 看了那少年一眼 接过来 这一看 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竟一提都没有错呀 这样的精准度还真印了少年先前所说 熟度灵药大典 没有十成 也有九成 当下 两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来 你叫凤九是吧 今年十六岁 来自九等国家 嗯 凤九点了点头 有些怪异 不错不错 凤九啊 你是我两人 今天看到最出色的学子 来来来 先坐下 我们来聊聊 嗯 两人招手 是以他搬来椅子 在两人面前坐下 凤九眨了眨眼睛 愣了一下 哦 他搬来椅子 在两人面前乖乖坐下 纯凉乖巧的模样 看得两名导师 心头激动不已 脸上神情越发的柔和 你熟记灵药大典 可也分清了一些相似的灵药 嗯 分得清 就见另一个人 从衣袖中掏的掏 取出两株灵药 放在桌面上 那你说说 这两位灵药都叫什么 有何不同 左边这株是一阶灵药九道生 右名铁狼鸡 根状精短而直立 顶部密生有红色光彩的 披针形鳞片 要性凉 可致刀伤骨折 右边的这株啊 则是二阶灵药红则草 其形与九道生极为相似 但其不同在于红则草的根精 生有细毛 其药带微毒 药用得经过处理 可谓止痛之药 好好好 确实不错 不错 哈哈哈哈 见两人这样欢喜 凤九倒是有些不好意思 装傻半憨骗老人 他都不好意思对上两人那个满是欢喜的目光了 好了好了 不用考核了 我们直接给你一个一等学员 一等学员可是不用交学费的 你可是省了一大笔钱了 两名导师笑着 大笔一挥 就在凤九的资料单上填上合格 更特别著名为一等学员 凤九眨了眨眼睛 一脸的呆愣 这就成了 学费也免了 嗯 成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们星云学院 丹愿的学员了 学费 我们也给你免了 凤九啊 你可不要叫我们失望啊 一定要将我们丹愿 发扬光大 让其他愿知道 我们丹愿 也不是一直默默无名的 哦 哦 好 啊 好 听着两人的话 看到两人的一脸的期待 不知为何 他突然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这丹愿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 怎么让这两人这个 这副模样啊 来来 这是你的身份预牌 你滴了血进去以后 就可以凭身份预牌 在学院里走动出入了 凤九怪异的结果 在两人期待的目光中 认证了身份 最后又糊里糊涂的 在两名导师相送的目光中 走了出去 来到外面 他眨了眨眼睛 正了正 脸上神色古怪 这样就成了 这样就成了 不是说丹愿的考核很严吗 怎么样 失败了吧 我就说你是不成的 不幸 六等国的人 想考进丹愿都难 更何况 你是一个九的 老者的话 瞬间顿住 有些傻眼的 瞪着那个 取出玉牌 在阳光下照了照的少年 哦 倒是说 学费全免 那就是 不用交钱了 真是省下了一大笔钱呢 老者张大嘴 愕然的看着那个 从身边走过的红衣少年 看着一边 抛着手中的玉牌 一边滴弄着 他只觉得 心头咯噔一声 眼前有些发黑 这少年 真的考过了 还是一等学员 学费都给免了 这是真的吗 猛然间 像想起什么一般 他快步的 往考核院里面跑去 来到里面 见到两名导师 正满脸笑容 一副欣喜的模样 忽悠整了整心去 恭敬的行了一礼 两位导师 刚才那红衣少年 老孙啊 你今天做的 可真是不错 不错 今天也幸好是 你在外面招生 若是换成其他人 也许看凤九 是九等学员来的 定时连机会都不会给啊 可你是不知道啊 这孩子好啊 不仅天赋出色 为人还乖巧纯良 是个地道的孩子 我刚才 他好像说什么 成了一等学员 这是真的 当然 这么好的苗子 我们丹苑 已经许久 不曾遇到过了 就算给他个一等学员 学费全免了 又怎样 那孩子 我是越看越喜欢 你是不知道 他居然真的熟读灵药大典 连药性 药效 以及相生相克之物 全知道 不简单 不简单哪 凤九 你也见过 你多跟进一下 等今天招生的事情都完毕了 亲自带他去男院看看 再给他找个大典的洞服 老者试着汗水 这才退了出去 来到外面 终是轻呼出口气 心中扑通乱跳 若是让两位导师知道 他先前还冷嘲热讽那少年 光是想想 他就打了个寒战 当下 取出预见传信 叫了另一个人来顶替 自己则去寻那红衣少年 凤九在考核过后 便先出了学院大门 牵着老白进学院 在经过那先前的大树时 他脚步微顿 从那方向看了一眼 那白衣男子已经不在 他摇了摇头 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停下来再看一眼 也许就是因为那男子周身的气息 真的很干净吧 来到学院大门 正要进去 却被守门的人挡住 前来报名的学子 不得带坐进入内 凤九取出玉牌 在手中扬了扬 我考核过了 可以带进去了 那守门的人 见他手中玉牌 不由微压 怪异地看了他一眼 这才放行 凤九 凤九 我可算找到你了 那小跑着往这边而来的老者 气喘吁吁地冲着凤九喊着 见是那老者 他挑了挑眉 有事 狗眼看人低 对这一类人 他还真是不喜欢 见少年神色冷淡 老者也不见怪 毕竟是他先看不起人在先 于是陪笑着说 老夫还没自我介绍一下 其实我是丹院的执事 打理着丹院的一些琐碎事的 都叫我孙执事的 哦 孙执事 来找我有事吗 是这样的 你已经是星云学院丹院的学子了 我想着带你去丹院看看 而且你是目前第一个录取的丹院学子 现在可以啊 先去挑入住的洞府 你觉得呢 那就麻烦孙执事了 哎 不麻烦不麻烦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那个 凤九啊 先前若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还望你 不要见怪啊 不会 他露出笑容说着 见此 那孙执事提着的心终是放了下来 这才满心欢喜的带着他先去挑选洞府 当凤九跟着他走了一个时辰 却越走越偏 孙执事 这丹院不是在前面 怎么到这样偏僻的地方来了 你是新晋学院不知道 我们星云学院呢 占地极广 各院所在的地方都不一样的 招进来的弟子除了召集各院聚集之外啊 平日里几乎是碰不到一块的 学院大门也不会经常打开 只有在三年一次的招生大会这个日子里啊 才会开 平时走的呢 都是这个各院的侧门 说话间 他指着前面的山头 只要翻过那座山头 就是丹院的所在了 凤九有些惊讶 虽然星云学院之大可比一个主城 但走到这里面才知是大的这样离谱 竟还得翻过前面的山头 于是便加快了脚步 在孙执事的带领下 凤九挑了一个地势比较偏僻 却较大的东府 在进洞府转了一圈后 他将老白绑在洞府外面 才跟着孙执事 去看那导师平时传授丹道的丹院所在 熟悉了地方之后 他有些疑惑 看 孙执事 我们也转了好些地方了 怎么没有看到 有其他丹院的靴子啊 这也太奇怪了 这丹院占地面积不小 可这转了一圈下来 他却没见到几个人 这个嘛 可能有些去做任务 转贡献点了 也有可能是在自己的洞府里练丹 这丹院就是这样的 平时啊 很少见到人 你住酒就知道了 孙执事说着 取出两套丹院的精衣 递给凤九 这学院有规定 学子在学院中呢 都得穿着院服 各个院的院服颜色呀 也不一样 我们丹院的那是青色 我知道了 他接过两套青衣 孙执事让他多查看 玉牌里的丹院院规 又交代了一番 这才离去 将两套青衣收入空间 他进了洞府后 取出玉牌 注入神识查看着 将里面的院规寄述后 也知道了新生禁院 次日便要到丹院中 领取一小袋草药种子 以及听导师驯话和指导 对此 他颇有些期待 次日清晨 凤九早早地收拾好 随便吃了点东西 就出门前往丹院报道了 怀着满心的期待 他往丹院而去 约莫半个时辰后 来到丹院时 却见周围还空荡荡的 不见半个人 他想是因为自己来早了 于是便在丹院里转了转 看了看丹院里面的 一间间炼丹房 摆放着的一个个丹炉 怎么这么乱 奇怪 这些丹房看着 像好久没人用一样 他转了每一个炼丹房 最后回到前面等着 又过了半个时辰 空荡荡的丹院 依旧只有他一个人站着 一阵尘风吹来 福洛院中大树的落叶 竟有几分萧条的感觉 又过了半个时辰 找了个地方坐下的他 神色都古怪起来 这么久 竟只有他一个人来 不太对吧 他正想着 呼听有说话的声音 他连忙顺着那声音看去 就见昨天为他考核的 那两名导师 边说着话 边走了进来 那两人看到 呆呆坐在院中的 轻衣少年时 顿时停下说话的声音 神情危恶 像刚想起什么一般 其中一人忙唤着 凤九 你在这里等多久了 啊 导师 你们来了 凤九一见两人 忙站起来 来到两人的面前 孙直是说 今天是进丹院的 学子聚集日 我就早早过来等了 不过 等了好久 也没见着其他人 现在好了 总算把两位导师等来了 一听这话 两人相视一眼 善善地笑了 他们来这里 可不是因为记得 今天是新晋学子聚集日 而是因为他们过来这边 正好有些事 只是 纵是如此 他们也不能直说出来呀 于是其中一人 倾壳了一声 这样啊 那行 今天 我们就跟你说说 炼丹的一些 基本步骤 导师 不用等其他人吗 哈哈 不用了 不用了 今年丹院 就招了你一名学子 啊 就招了我一个啊 不是吧 三年一回的招生日 就招了我一个吗 就招了我一个啊 不是吧 三年一回的招生日 就招了我一个吗 啊 我们丹院 是宁缺勿烂 别的院是千种挑一 我们是万种挑一 想尽丹院可不容易 所以 你一定要好好努力 你可是我们丹院的希望 啊 希望 他错愕地看着他们 心中忽然有一个不好的预感 那个导师 我们丹院现在有多少学子啊 声音一落 就见两人不自在地相视了一眼 而后端着一脸的正色 朝他看来 凤九 许话告诉你 我们丹院现在 就你一个学子 果然 他嘴角一抽 自尽了丹院的地盘 他就觉得奇怪 什么闭关链灯啊 什么去做任务换取攻击点啊 都是在扯淡 这里根本就没有学子啊 是这样的 我们丹院以前呢 也是有很多学子的 只不过三年招收一次学子 能被挑中的真的太少了 而且挑中进了丹院的 几乎都没一个熬得下去了 有的只待一年就走了 所以就这样 渐渐的丹院也就没什么学子了 不过你不用担心 丹院的丹师还是有的 除了我们两人之外 我们丹院还有几名丹师 和一名丹宗 你好好努力 以后一定会有机会见到的 来来 这乾坤袋给你 里面的东西 你回去多看看就知道了 如果遇到不懂的地方 可以用里面的预检 传信给我们询问 于是他们塞了一个乾坤袋给他 又跟他讲解了一些炼丹的步骤 便让他自己回去研究试炼 凤九拿着那乾坤袋 往自己的洞府而去 一路上都只感觉脑袋有些不够用 他进丹院本想着 可以跟在明师底下学学 多观摩一番嘛 可谁知 这根本就让他自学嘛 走着走着 他找了个地方坐下 将乾坤袋里的东西查看了一下 箭里面是一本炼丹的基本步骤讲解 除此之外 还有两个竹箭 还有一小包灵药种子 他把看了看那个种子 觉得种这东西在那灵药田上 还不如种些灵菜 至于不用多久时间就可以摘来吃 于是原本打算回洞府 却朝着山下而去 想着去那小卖部看看 有没有菜籽之类的东西 谁知 当他来到那里时 却见那小卖部的木屋 已经被拆掉了 怎么回事啊 昨天还在的呀 今天就被拆了 孙芝士从不远处走来 见少年一人在那里发呆 便开口 凤九 你在那里做什么 孙芝士 这这里的 他话没说完 就见孙芝士笑了起来 原来你是找那小卖部的 那个已经搬了 上面发了命令 重新整顿 现在整个学院都没有小卖部 有的只是已物易物的地方 你若要什么东西 得出丹院 去青宁山下那里的点换了 孙芝士 从这里到青宁山下 得多久啊 青宁山是各院的中心交界点 因此从这里过去 走路最快 也得两三个时辰 不过 你要有飞行法器 或者欲剑逮捕 那就会快些 凤九一听这话 轻叹一声 我知道了 声音已落便转身往回走 孙芝士见凤九转身往回走 如果没有 只要你有五千贡献点 也可以进学院的天楼 换取一件飞行法器 你说这学院有地方可以换法器 是不是什么法器都有啊 除了法器之外 还有别的吗 学院天楼的宝贝 多得数不清 在里面不怕找不到你要的宝贝 就怕你没贡献点可兑换 那里只兑换给学院的学子 不能给钱买啊 你觉得星云学院会缺钱吗 五千贡献点 我预排上好像 好像只有一百啊 那我就得 那就得做任务了 他有些愕然 这财经学院呢 单炉都没开过 就得去做任务 为那贡献点奔波 这一刻 他终于清楚 为何单愿的学子会走光了 原来是这么一个回事啊 虽是如此 最后 他还是去任务点查看了一下 有什么容易贡献点又多的任务 在任务栏查看了一番 最后视线落在最上面的那几个任务上 第一个是护送东西 要求是得有大灵师修为 贡献点有五百 第二个是万寿山脉里采集独角火焰寿的火精 每一枚火精是五百贡献点 为期是一个月 看到这第二个 他瞬间就来兴趣了 独角火焰寿是七阶灵兽 因速度极快想要抓捕很难 而且 每一只独角火焰寿一年也只能产出一枚火精 但那万寿山脉里的独角火焰寿肯定不止一只啊 数量多了 收集起来五千贡献点不是很容易到手了吗 打定主意 他当下取下那个任务 在任务栏登记了一下 便回洞府准备着 他没打算带上老白 甚至他连空间里的吞云兽也叫了出来 打算放养 让他守着洞府自己去找吃食 在准备妥当后 又对两寿再三交代 这才兴致薄薄地离开丹院 按着地图指示 尝到万寿山脉而去 而就在他离开不久 关锡林打听到他的丹院 于是过来找他 一番询问之下 找到他的洞府 却见阵法开启着无法入洞 倒是在洞府周围 看到了老白和吞云兽 吞云 小九呢 他知道进入神兽的吞云兽 已经能开口说话 因此才有这一问 主人做任务去了 一个月后回来 这才进学院 就出去做任务了 那他有没有说去哪了 怎么要一个月 没有说 那我走了 他回来 你跟他说一声 我来过 也进了学院了 等有时间了 我再过来找他 留下话后 他便也转身离开 与此同时 往万寿山脉而去的凤九 孤身一人 当他正准备翻山而过时 一阵肉香伴随着清风而来 生生地止住了他的脚步 好香啊 他眼睛一亮 咽了咽口水 这两天吃的东西 就是在空间里的一些糕点 连口汤水都没喝过 此时闻着这股味道 只觉得口水肆意 当下便顺着那股香味而寻去 他寻着那香味走去 看到那一处院外挂着一块木牌 写着火灶房重地 闲人物尽 又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这地方是专门给学院导师们做膳食的地方 闻着那股香味 他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 原本还没觉得饿 现在却觉得非常饿 他微探着头 连起一身气息 看着 看到厨房的桌面上摆放着倒倒炒好的佳肴 他终是忍不住绕到火灶房的后面 趁着没人注意 从窗口偷偷跃了进去 躲在桌子底下 偷偷探出个头 朝周围看了他 见那两名掌厨 根本没注意到这边 外面打下手的 又看不到这里 于是 一只手悄悄伸出 探向桌面 端起桌上的一只烧鸡 连盘一并塞进空间里 猫着脚步微移 轻轻地揭开那大盾中的盖子 见两名掌厨正说着话 他连忙轻手轻脚地 举过一旁的一个 可以装得下一只鸽子的钟 满满地成了一锅汤和肉厚 也藏进空间 当看到那剩下不到一半的炖汤 他想想 从旁边摇起些水 倒了进去 继续炖着 虽然味道淡了点 但那也是汤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赏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